你们知道就是这样迈着奇异不乏的考官已经行走了近100公里了吗 并且现在还一直处于上坡状态 就算如此这位考官的神情还是异常的轻松 不过后面这些考核者却是十分的悲催 此时的雷欧利已经脱去了上衣准备一战到底 而一旁的库拉皮卡也是效仿着雷欧利与他并肩同行 两人边跑边聊 这时候库拉皮卡则向雷欧利透露出了新生 火红眼正是库鲁塔族特有的双眸 作为库鲁塔族的族人在异常兴奋的状态下 眼睛会出现如火山即将爆发时那迷人的红色 而这赤红的双眸也被称之为世界七大最美景象之一 因此在暗黑的交易市场库鲁塔族的双眸异常抢手 正因如此库拉皮卡的家族也是遭到了幻影女团的攻击 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摘取他们的双眸 库拉皮卡至今也忘不了族人双眸被挖的场景 也正因如此他才决定参加此次的猎人考核 等自己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 就会前去寻找幻影旅团复仇 而雷欧利也是向库拉皮卡说出了参加考核的目的 雷欧利参加考核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为了钱 因为完成猎人考核后就会得到一笔十分可观的报酬 当初年幼之时他与他最好的朋友被贫困所束缚 导致了身患重疾的智友因拿不出钱就职 最后撒手人寰 另一边的小杰与奇亚也正在交谈此行参加考核的目的 奇亚十分平淡地说道 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所谓的猎人 仅仅只是听说猎人考核的难度较高 所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才来参加此次的猎人考核 不过按照目前的难度来说他真的是太失望了 而小杰的目的却是十分简单 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猎人 他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猎人 并寻找以及超过他的父亲 而此时终点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小杰与奇亚共同携手率先抵达了终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次考核已经结束 小杰一行人还会遇到怎样的麻烦我们拭目以待吧